传承的意味 傳承方面的話 我覺得現在傳承的意味比較 沒有那麼的濃厚 沒有那麼的重 因為現在講難聽一點 年紀大的選手 要打中華隊的 可能沒有幾個 那以前其實是一批 講老中青 我們講老中青 中華隊可能有十二位選手 可能有四個 比較年紀比較大 四個比較中的 那三四個會比較年輕的 所以老的只要交代中的 中的這樣定我們就好 所以就會比較有 階級制這樣子區分 那我們也都是 比方講幫忙洗衣服啊 拿東西啊 從這樣開始做起 你可能在自己母隊是 主力球員 可是你回到 一進到中華隊當然 就像今天我印象非常深刻嘛 喇叭選上中華隊嘛 說三十一歲中華隊進去 還是不知道要做什麼 人家就要做什麼 他可能也要做 所以以前就是 還蠻珍惜的啦 就是會學習很多 那當然都會去看嘛 去問這樣子 當然他們也會很 願意的去傳授啊 在場上或是在場下 現在 增加了所謂的防護員 或是醫療的進駐之後 比方體能訓練師 或是重量訓練師 這一種 那現在的家人可能會 比較尊重他們的意見 體能訓練跟重量訓練 就佔據一些訓練的時間 以前公司一個教練 被兩個助理教練 全部弄到 不管是跑步 做重量 球場上面 都是全部cover 現在分的比較細 然後又有影片剪接師 那又要分析 所以佔據比較多 球場上面的訓練時間 所以可能在球場上面的 執行力跟基本動作 跟扎實度啊 可能就沒有以前這麼好的 可是我覺得這是 比例上的關係 因為這個是一個趨勢 當世界各地 亞洲各個列強 世界各地都在分析影片 分析方法的時候 我們就學這個 其實是很好 那就是 在比例上面的調配 要做一個比較好的選擇啦